开始这个周五的这个 异彩学院的课程 今天呢这个指数呢 还是走了一个探底的 就是气吻震荡 对吧 那么早上呢 我是大概说一下 因为昨天的时候 我们先来看这个吧 昨天呢因为是一个普爹嘛 对吧 那么原因大家可能都 基本上就达成个共识吧 美股呢 总有那种买单的习惯 对吧 然后呢内肢呢 骨头也比较软 所以呢 这个 就是 军演的费用呢 基本都是大A出 对吧 所以 可能 我觉得本身吧 我们先说这个 昨天对吧 昨天是一个普爹的情况 那么普爹情况 然后情绪基本上算是一个冰点 基本上要到达冰点 因为冰点就是 其实就是要进入到这个范围 叫冰点对吧 昨天基本上算是冰点 那么 嗯 一般冰点的隔日呢 大家都知道情绪会有一定的修复 或者说至少会有这个反弹 对吧 但是 昨天就是 我看了一下 基本上 很多人都是 就是说情绪会有修复 或者说是这个 嗯 情绪段会有这个 嗯 或者说是 市场会有反弹嘛 对吧 那我在这里说一下啊 嗯 哪些情况是不能博弈反弹的 哪些情况是可以博弈反弹的 对吧 那这个我就 我就简单说一下啊 嗯 本来想着这个 嗯 周日做这个 抖音直播的时候 在说的 对吧 反正我们我们先说一下吧 那么一般来讲呢 如果你判断 那当然这个东西可能前提是要 你要有判断 如果你判断这个地方 不会有系统性的风险 不会有股灾 对吧 就不会有这种股灾连续的下跌 那么每一次情绪的冰点 其实它就是一个博弈点 就是一个短期的博弈点 啊 那么这是 比较简单的 就你你怎么来判断 对吧 那么昨天也是一样 因为昨天大部分人的判断是什么呢 这个地方肯定不会连续的大跌 对吧 可能情绪主导的下跌 所以今天可能会有一个 博弈反弹 或者博弈反抽的那个跌 好 但是呢 今天早上拉的太快了 就大家看 今天早上指数就顶上去了 对吧 指数也顶上去了 那么拉的太快了 这种情况下呢 它就会容易导致什么呢 第一个 你看前半小时的成交量吧 我们就来看 前半小时的成交量 这个是前半小时的成交量 前半小时的成交量比昨天还小 对吧 就这个成交量本身比 这个 这个叫什么 周四的时候要小 对吧 那么你的成交量 本身跟不上 这个上海市场 这是深圳市场 对吧 那么你成正 这个成交量跟不上 一样的 反正指数就这样 成交量你跟不上的话呢 它会导致什么呢 就是你上去了以后 指数不上去了 个股也反弹了 就后面没有更多的资金来接了 那没有资金来接了 那么昨天的先手资金就会砸出来 或者说 你手里的股票 你看反弹了 对吧 弹不上去了 或者说 你看 这个第二波拉的时候缩量了 比如说 你的股票拉的时候缩量了 那你也会做相应的抛压 那么一抛呢 本身又没有更多的这个承接盘 那一抛就把它抛下来 就把指数又抛下来 所以实际上呢 就是它这个结构没有走好 正常的结构应该是什么呢 正常的结构应该是先低开以后震荡往下 就你要先走出这种图形 在这个位置 那么慢慢慢慢修复 慢慢慢慢修复呢 就你跌不下去了 有资金买一买就上去 有资金买一买上去 这样反而会更好 这样反而会更好 那么 既然没有走出这个图形 反正就是最终它还是要调一下的 就是最终还是要往下砸一下的 对吧 那么 没有走出这个 早上一早没有走出这个结构来呢 那么拉高以后 它还是要回到这个结构 回到这个结构以后呢 它才能最终震荡起稳 对吧 那么好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大盘的分屎黄线 就在早上收盘前慢慢慢慢 跟百线靠拢了 基本上就是持平了 对吧 那么这个就是说明什么呢 就情绪端 略有回暖了 那么指数这块呢 我也来说一下 指数这块呢 其实就是因为 等于说 昨天再次跌破了五路均线 对吧 就昨天再次跌破了五路均线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昨天跌破了五路均线以后呢 而且是带了一个向下的跳空缺口 所以短期来讲 五路均线的位置就变成了一个压力位 对吧 那么你重新要收复五路均线 哪怕是上方这个缺口 那肯定是要有成交量的 对吧 你没有成交量肯定不行 那么以现在这个成交量来讲呢 就是你说八千多亿的成交量来讲 那显然是没有这种收复的可能性 就一把要收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的 好 那讲到成交量 我们就补充一下 上周做直播的时候 跟大家讲了 对吧 其实我觉得就是五路均线 是很重要的 就五路均线 你不能说短暂收复了以后 又得而复失 对吧 又得而复失了 得而复失本身代表的是弱 对吧 所以这波其实 上升指数的后面的上涨 我那天也做电视节目的时候也说了 说你要后面再要涨 要拿出1.1万亿的成交量 没有这个成交量 那就很有可能不进则退 所以昨天它成交量也没有 再加上一些这个 这个事件对吧 就有些事件 那么导致什么呢 就导致了指数出现了 就是共振的下跌嘛 对吧 那么共振下跌呢 呃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情况 就是一般来讲 如果说这个地方是放量下跌 就昨天如果是放量下跌 下跌的时候量非常大 那今天应该是止不住的 如果今天它 它的这个回碳的力度会比较大 那么像昨天也是缩量呢 今天一般就还行 对吧 它就是说明什么呢 就在下跌的过程当中 也没有说非常多的人很恐慌 对吧 就恐慌直接杀出来了 但是我在这里说一下 由于昨天留下的一个 日内的这个跳空缺口 如果这个跳空缺口 在未来的三天不补 就在下周补不掉 那么指数原则上还是什么 下跌中计 就是还会向下 那么再往下的时候 就是要看年线的支撑 这个地方 就年线这个地方的支撑 会不会出现有一次放量 就所谓的什么 就年线这个地方 如果跌到年线这个地方 会不会有放量 就是来砸 砸这个年线 或者说是有这种恐慌盘出来 对吧 比如说年线跌穿的时候 它会不会放量 砸这个恐慌盘出来 对吧 那么指数整个来讲 就是短期 就是上证指数短期呢 因为3100点这个整数关 它不可能一次砸穿的 对吧 它肯定是有反复 比如说哪怕今天砸穿了一下 那么也可能要有个修复反弹 就下周可能还会有个修复反弹 或者说到 下周正好是五月底 对吧 就是到五月底的时候 正好有个反抽 那么我们后面其实很简单 反抽其实看的就是成交量 对吧 看成交量 那么成交量不行的话 那么就 反抽完了以后 还得往下 继续去对年线的位置 去做这个考验 那么年线这个位置呢 之前跟大家讲过 因为这波突破以后 对吧 我说了这波突破以后 这个年线的这个回踩都没有去做 就没有去考验 那么A股历史上呢 也是一样 头部都是比较复杂的 就这个头部啊 比较复杂 所以你要观 盯着指数 你说涨了一天 跌了一天 确实很难判断 但是到了这个位置 就到了这个位置 我之前跟大家说过的 你说多涨点 少涨点 对吧 你往3200点去 这个方向 肯定是短期的风险 大于机会的 对吧 而且呢 因为涨的可能就是一些 顺指数的东西 不见得个股市长 因为我们要看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要看的 就是最弱的指数 对吧 比如说科创板指数 我们要看的就是 这个最弱的指数 如果最弱的指数 没有表现出来 它的这个就是反转 或者说是它的这个 这个就是见底的样子 那么毫无疑问 最弱的那块板 一定会拖累最强的那块板 也就是说 当你有这个我们说 等于说有牵绊的时候 对吧 或者说有这个 这个有其他的指数 给你这个负相关的话 那么最强的指数 也是走不出来的 这个道理反正大家都懂 对吧 就是什么叫合力 合力就是大家拧成一股神 就是往上涨的时候 大家一起发力 这叫合力 它容易涨上去 那么如果是有分歧 它就容易出现分化 所谓的分歧就是什么呢 你涨 我跌 那就是导致整个板块 整个个股 或者整个指数 都是行不成合力 所以现在其实就是要看 最短的板 对吧 就科創板这个 科創板反正跟大家说过了 这个你第一根的阳线的 基准量也得搞到六百个亿 对吧 你没有六百个亿 你也是肯定搞不上去的 然后呢 作为科創板来讲呢 其实我们要做好的就是应对 做好的就是应对 不管它这个后面会走成什么样子 那么你们反正就记得了 对吧 进攻一定是有进攻的信号的 防守也是有防守的信号的 你现在的科創板要价没价 要亮没亮 那就是防守的信号 对吧 什么时候出现了进攻的信号 那我们就跟随进攻就行了 对吧 这个话谁都可以说 就是我说的意思就是 你说长期看好 对吧 或者中期看好 这个话呢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说 没问题的 就你说了以后 一年以后它长了 人家觉得很好 你讲的很好 你是神 对吧 其实对于很多小白来讲呢 他喜欢听这种话 就是别人跟他说 这个东西会长 然后呢 他希望说 好你说长 对吧 好买进去 买进去以后 这个放着 对吧 过几个月长了 或者过一年涨了 哎 挺好 其实大部分的人是喜欢这样 但是你要知道 这个过程不是谁都能接受的 就这个过程不是谁能接受的 然后你说完了以后呢 他跌了以后呢 比如说你买的东西 又跌了10% 跌了20% 然后就很多人是受不了的 对吧 因为大部分人是希望 就是大部分的小白 就进入这个股市的小白 他以为进来就能赚钱 他认为呢 买了以后呢 就一劳永逸 什么事情都不用干 如果全世界有这么好的事情 对吧 那他也不用去上班了 也不用去干其他活了 因为这个 这个世界上也很有意思 但凡跟钱有关系 就是但凡你要赚钱 其实你都要付出相应的代价 什么意思呢 就是股市这个东西啊 就是投资这个东西 它是全世界最钱 赚钱最难的 什么是最难的呢 因为以前可能我讲过 这个我在一场好像没讲过 最早的时候 其实那那个时候是我们 我们那个时代在看的那个书 对吧 就是罗伯托提亲其血的那本书 叫富爸爸穷爸爸 可能很多人现在 现在的年轻人都没有看过这本书 对吧 就是他当时讲了四个象限 就是什么 用时间换钱 那就指的是上班的了 对吧 你到一个 你早上早九晚五嘛 对吧 早上九点去上班 晚上五点下班 完成任务 每个月有工资奖金 所以呢 你是用时间换钱 而且呢 时间是基本固定的 对吧 周末呢 有休息 那么然后呢 第二个象限呢 其实就是 用自己的 这个能力 对吧 或者说用自己的特长 换钱 什么意思呢 就是自由职业者 就什么是自由职业者呢 就是你 你不太愿意跟老板打工了 但你愿意自己做 比如说 现在很多人 你们看到 做这个短视频 对吧 就是做短视频直播也好 或者说发这种短视频的 这个 这个 这个段子也好 对吧 那么 做到一定的粉丝量 他可以带货 但是他们也很辛苦 他们是在固定的时间里面 产生固定的收益 什么意思呢 就他时间看上去自由 就是为自己做 就为自己做 事情 但是他这个收益 基本上也是相对固定的 对 或者你开个小店 你开个什么面馆 对吧 你开个什么 这个饮食店 开个服装店 那么你就知道了 你这个单店的面积 跟你单店的 这个人流 最后决定了 你单店的这个利润了 对吧 就是每天的毛利 那么你成本控制的好 比如说你的东西好 那么当然可能 来的人就多 那你的利润就高一点 相对来讲 对吧 就这样的 但是呢 这是有限的 那么再往上呢 就是企业家了 那么企业家就是我们看到的 其实企业家是 不是所有人都能做的 那作为企业家来讲 比如说 知名的公司 对吧 就是那是什么 我们看到了这些上市公司 其实都是企业家 因为它是有一个系统的 有一帮人把它干的 就是不是你来主导 比如你是董事长 但你底下有总经理 CEO 对吧 有各种各样的团队 来帮你搞这个事情 然后呢 你只需要定方向 就作为一个企业的企业主 你只需要定到方向 对吧 我未来要做什么 我的产能是不是要扩大 我是不是要这个投入 更大的这个研发的费用 对吧 把公司能够做大做强 做到行业里面的数一数二 所以其实这个就是企业 对吧 企业呢 是一个庞大的这个机构吧 对吧 算是一个庞大的机构 它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财务部啊 这个销售部啊 研发部啊 生产啊 等等 各个环节 那么这是 就是 不是所有人都能做的 对吧 他的投入啊 产出啊 等等这些东西 对个人的要求都比较高 那么最后一个 其实也是向线当中的最高的 对吧 以前因为我没有详细跟大家讲过 那也是向线当中最高的是什么呢 就是用钱赚钱 用钱赚钱 那么用钱赚钱实际上呢 是门槛最低 但是难度最高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是富人游戏 它不是穷人游戏 因为富人的思维 其实定格了 已经给你定格了 什么意思呢 就是用钱赚钱 其实不是说你躺着就能赚钱 这两回事情 很多人认为用钱赚钱 不就是躺着赚钱吗 躺着赚钱就是你存银行 只要银行答应给你利息 这叫团子赚钱 但问题是银行给的利息 是跑步赢通胀的 所以即使你是亏钱的 如果你想跑赢通胀 你一定得做点什么 所以用钱赚钱 不是说你躺着赚钱 而是你要花的 这个时间 花的精力 比什么 就是用时间赚钱 用自己的知识赚钱 来的更辛苦 所以你得知道一些别人不知道的 你得懂一些别人不懂的 对吧 也许上班的人 朝九晚五的人 对吧 这个晚上十一点之后躺床上了 就睡觉了 进入梦乡了 但是对不起 你说金融的人 可能十二点钟还在看盐报 你也不知道外盘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对吧 所以这些东西可能 就是我们讲的 可能你交易的时候就几分钟 但是在这个交易的背后 你付出的时间可能是十几个小时 对吧 甚至更多 所以这个才是难点 那么跟大家讲了 既然是用钱赚钱 这个事情是门槛最低 对吧 但是难度最高的 那么很简单了 你就要掌握一些规律 其实就是你先要掌握一些规律 就像你做生意一样 你要掌握一些规律 在这个规律掌握了以后 你再次提升自己 这个两个方面 它是不可或缺的 就不可或缺的 那么 其中有一条 就是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讲到科创版就很重要 那么怎么能够 就是掌握一些规律呢 对吧 就是掌握一些规律 或者说是 你自己要有一个衡量的词呢 好 那我们来看 如果你看科创版指数 你要看这个日线 是不是走得很差 一直是最差的 就最近一段时间 它是最差的 整个五月份 没有比它更差的 最差的 就是它 这个重心不断的下移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周线 你会发现什么呢 它的周均线 这是五周 十周 二十周均线 是不是开始有点粘合了 对吧 是不是有点粘合了 你再到月底的时候 基本上都得粘合 就距离已经很近了 这叫粘合 这叫粘合 那么一般 不管是个股也好 还是板块也好 还是指数也好 对吧 那么粘合 比如说它在这个地方 也粘合过一次 大家看到吧 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周期周军线 也粘合过一次 粘合完了 它是向上发散的 就是向上发散 做了一个 就是我们讲的反弹 对吧 这是2023年4月份的时候 也是这种情况 粘合 那么现在呢 是2024年的五月份 也出现了这种粘合的状况 就是周军线 对吧 短期的周军线 就是五周军线 十周军线 二十周军线 那么粘合是不是代表 一定会涨 不是 粘合代表着 它即将要发生方向的转变 就是它要选个方向了 那这个方向可以向下 也可以向上 对吧 它只是个概率问题 那么最好的情况是什么 就最好的情况 就是你要等到它选择方向 就是它选了方向 比如说 我决定 这个 去北京了 好 北京的路线是向上 那么你就跟着它一起去北京 你买不到飞机票 你可以买张高铁票 反正的目的地是一样 对吧 如果要选择 去其他地方了 那就下去了 那么 你可以啥事都不干 你不用跟它去 对吧 因为你很清楚 你的目标是要向上 至于它向不向上 跟你没关系 所以这就是很重要的应对 在这之前 对吧 就是在这之前 我们可以有无数种的假设 但是现在它就是有点像临界点了 到了这个临界点了 对吧 要变盘了 那我们就近代变盘 我们近代变盘 这是周线了 在日线上就是我说的 你先来一根600亿以上的中央线 给我们看看 对吧 表示出你的这个变盘的决心 这是一个向上的决心 第二个是什么呢 我们要找到当天变盘 就在科创板当中 当天变盘向上的时候 是谁哪个板块 跟它形成共振 对吧 那科创板大家肯定知道 一定是科技了 你不是这么半导体 对吧 那就可能是生物一二 这些东西 对吧 你肯定的这个 市值占比比较大的 或者说是这个 在这个科创板里 整个个股占比比较大的 对吧 那么市值占比比较大的呢 是半导体 个股占比比较大的呢 就生物一样 对吧 你总得要有一段起来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要做的观察点 而并不是说 啊 又这个要变盘下上了 好 我现在买进去 不是的 对吧 没有人跟你说 他能100%的变盘向上 这就是游戏规则 这就是A股的游戏规则 或者说资本市场的游戏规则 那么 如果你是小白 你听了别人说 哎呀 有可能要变盘向上 比如说我周末做直播 我说哎呦 科创板现在这个位置啊 有可能会变盘向上 大家要注意了 对吧 我只是这么一说 但对于不知道的人来讲 你说变盘向上 我赶紧买 对吧 然后他买什么都不知道 反正就赶紧买 买个688再说 对吧 这肯定是不对的 那么 作为训练过的选手来讲 就是你在这个市场上已经锻炼过 学过的人来讲 那那个时候就现在这个时间点上 到月底也好 到6月初也好 你要做的就是观察 随时看着 科创板会不会发出进攻的信号 同时到底哪个板块 哪个方向 或者哪个细分的领域和指数形成了共振 一旦形成共振 你就能够赚到里面的钱了 同时 有可能共振的方向会远远跑赢指数 对吧 这个是很关键的 好吧 所以我在这里就是今天 我们花点时间讲一下这些东西 就是实际上市场上有很多的 这个这个就是 可能 有变化之前 对吧 他都会有一些提示给你的 就是比如说均线联合 这些东西都会提醒提醒你的 那你要做的就是观察 对吧 到了那个点 他起来了 那毫无疑问 就就没就就没啥了 对吧 那我举个例子 就是很多 就是你们也有很多人跟我学短线 对吧 学短线你要看的就是 我一直讲叫日内提产 就日内到底什么东西最强 对吧 有没有这个好的 那么今天早上我写了电力板块 对吧 就是有这个利好 就是专家开座谈会了 对吧 整个电力板块 那么好 那你可能要跟最强的为伍了 对吧 什么是最强的 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前面电力板块 就电力设备电力板块里面 对吧 就是这个算是智能电网里面 前面这个是拉过的了 对吧 是不是拉过的 就他前面涨过一波 然后调整的 好 这是他的昨天的阴线 那么很简单了 早上的时候 其实你看那个叫 铜花顺的那个叫短线精灵 对吧 就是那个短线精灵 他都会弹出来给你看的 或者说 不要看短线精灵 就看掌数吧 就看掌数 给大家看一下 我就这么看的 早上的时候 到这个地方掌数就出来 就弹出来了 他已经弹窗了 就弹给你了 那么你也知道 因为你本身 你知道今天电力 对吧 好 你瞄一眼就知道了 你在这里画了个阴线 对吧 这个是交过的 这是覆盖阴线 这是昨天的阴线 大家可以看一下 昨天的开盘价 是五块九毛三 好 那我们来看 这第一波的拉伸 已经超过五块九毛三 对吧 是不是第一波的拉伸 超过五块九毛三了 然后你再看 这是它的回落点 就这是它的回落点 回落点你看分时 你就知道了 你看分时你就知道了 对吧 我们在分时上交过的 阳亮阳柱大 阴柱小 那你看到吧 那么哪怕就这个 还不知道 到这里再拉起来的时候 又是阳亮大 阴亮小 阴柱小 那就 又是过这个 又是过了这个 高点的 那么这种票 就有可能 今天要涨停了 对吧 那很明显的 就要冲了呀 那么分时上的 合力又够 就又又又又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拉起来的 也没有脱单 对吧 拉起来的时候 也没有脱单 那这种股票 就是你的选择 就是你要去做20厘米 就选择 那么今天如果 涨停20厘米了 那周末再发酵一下 对吧 那下周 搞个冲告 你就拿到利润了 那这就是 你要做的事情 对吧 就是 这个是短线 对吧 就是我说的 这个是短线 纯粹的短线 那么 这个 看指数呢 就可以看得 稍微长一点 就是你看指数的时候 比如说科商版指数 这些东西 你就要看得 稍微长一点 对吧 你看到周线级别 粘合 在日线上出现埋点 那你才能更 这就是应对 这些都是应对 只是一个是短线 一个更偏向于 可能中期 对吧 或者说更偏向于 一个方向 好 那我们再 再回来讲 那 首先一点 最近市场的成交量 是不是都在 我说的8500亿之下 好 那如果是8500亿之下 你要养成的习惯 就是当然 不可能说每一年 我们的标准线 都是8500亿 现在是8500亿 反正就是 现在都是8500亿 下半年有变化 我再来讲 对吧 去年是8000亿 为什么去年是8000亿 因为去年有量化 今年是8500亿 那么 这个 因为去年是量化 主打的小票 所以8000亿的 以上的成交量 就小票还是可以的 对吧 那今年是不是的 因为今年的定价 资金是国字号 所以即使有量化 今年也得定到8500亿 因为你留有8500亿的情况下 国字号的东西来顶指数 其他地方就一塌糊涂了 对吧 所以每一年其实不太一样 当然这也算是量化了 就是我们的这个半制度 人工智能 对吧 那你就知道了 但凡成交量在8500亿之下 你想玩 你就控制一下仓位 就首先你要用仓位来做防守的 比如说你说 那我就五六层仓位 不在家了 因为为什么呢 8500亿以下的成交量 一定是什么 相对来说 大部分的地方机会很少 对吧 或者说是 要不就是轮动很快 就是我们讲 电风上行情轮动很快 就交易难度也很大 很多这个板块是没有持续性的 也就机会成本 并就是 机会成本并不是很好 对吧 那么你自然而然 就会压缩仓位 这就是你一定要做的事情 不要再 就是每次因为我都讲了 所以为什么说 让你们听课的时候 多听几遍 有些要点你就记下来 就养成一个习惯 对吧 你就看一眼 哦 你看现在的量都不行 对吧 那么你就做好防守 首先就是做好防守 而并不是从上进攻 在防守的时候呢 最好的机会是出现在防守反击上 对吧 也就是说 因为你手里有钱 你才能打得了反击 就你看到了 比如说 哦 普跌了 这个尾盘可以做先手 或今天今天可以去买点股票 低息的 那是 他的前提是什么 你手里有足够的钱 如果你手里没有钱 再好的机会跟你有没有关系 对吧 所以大家反正记得 对于绝大部分的人来讲 就是 我不说 你有你有水平 做这个短线的 另当别论 对吧 就对绝大部分的人来讲 当市场的成交量回到8500亿以下的时候 你就记得我的话 就是做好防守反击 而并不是从上进攻 所以这个这个是就是很重要的 就是防守反击 反击本身不代表你赚不到钱 而是你把风险藏口留给了其他人 你用的是什么 更好的 就你跌完以后 我再跟你干 而并不是什么 你拉起来了 我去追 所以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吧 那么 你不管是什么做差价也好 对吧 做短线也好 或者说是 哪怕是你说我有中线仓位 去这个自己倒腾一下 对吧 加点仓也好 其实都是因为 你做的是防守反击 相应来说 你的风险藏口就会比较小一点 好 好吧 然后那个 这是说的这个就是跟指数相关联的 对吧 好 那么 今天来讲 就是指数为什么弱 然后我们说一下指数为什么弱 指数的弱是一个跟指数顺方向的 地产 保险 银行 包括这个券商 对吧 他们都不抢 都摆得不抢 那么这是顺指数的 为什么 因为上一次指数的涨 就是因为地产涨 地产板块涨 对吧 是不是因为地产板块涨 那么地产板块今天 正好打到了十字均线这里 那我觉得短期应该是有点支撑的 那么地产板块我昨天也说了 因为昨天不好 大家都是预 就是很多资金都是预判你的预判 像昨天这种什么 对吧 就直接拉起来 安居宝这种就直接干起来 那今天肯定是早上是兑现盘 你想想看 你昨天你赚了百分之十二十几 对吧 昨天赚了百分之二十几 那你说大家都想着跑 那今天肯定是抵开 逃不掉的呀 这种抵开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对吧 就是这种情况 那都是这样 包括什么万科之类的 都是先拉起来了 昨天就拉起来 昨天他们不拉起来 这是昨天拉起来 今天掉了百分之五 昨天如果没有拉起来 给大家说一下 昨天不拉尾盘 就沉在下面 那今天早上沉一沉 现在就是这个样子了 那现在是这个样子了 那下午还得涨 对吧 因为最后有资金 去博弈周末利好了 但他提前了就不好了 那么以前跟大家 专门讲过的 对吧 拉尾盘都是不好的 非奸及到 就这种 对吧 你拉了尾盘 就是因为当天 有获利盘了 那获利盘 第二天就像什么 获利盘也是一样一样 预判别人的预判 他想砸给你 对吧 本来呢 这个逻辑是很顺的 什么叫逻辑很顺呢 今天去 昨天尾盘买 你爹的 对吧 那么今天可能会有资金去博弈 什么周末的地产利好 之前跟大家说了 整个上海限购 这个 就是上海地区 对吧 放开全面限购 这个 大家还在等着 这个利好消息的公布呢 对吧 这个还没有了 那么 像这种 其实就是大家在期待说 周末可能还会有房地产的利好 那你跌了以后 就会有资金什么呢 去拿先手 反正有博弈 但昨天就是有人预判了 别人的预判 他就先拉起来了 对吧 希望说今天有人 能够接他们的盘 但现在厂内都是老手 都不是傻子 对吧 厂内都是老手 我们都能看懂的 你这拉起来 谁跟你跟啊 尾盘谁会来跟啊 不会来跟的呀 那么他今天就只能砸 一砸呢 大家又想着说 你砸 砸完了再说 那么就是 会出现大低开 或者说低开以后 继续往下砸 就这种情况会出现 对吧 所以这就是地产的问题 那么当然 尾盘地产了 对吧 就是我觉得今天跌 对吧 尾盘的时候还是可以考虑的 就是因为它跌了 对吧 尾盘的时候只跌了 还是可以考虑的 然后呢 有些东西跌了 这个刚刚我们举例的 对吧 包括什么 三六五网 这种东西 都是今天是跌的 对吧 就昨天拉起来都跌的 反正就是高标的东西 整个还在高位趋势的 对吧 那么今天跌了以后 反正在地下起稳了 都下午起稳了 或者说你不看到 不再创新低了 跌了 对吧 有的甚至跌了百分之十几了 这个我倒觉得 反而风险没那么大了 对吧 该跌的 该走了也走了呀 该砸的砸掉了呀 对吧 风险反而没那么大了 如果风险没那么大了 那么下午也好 或者说 对吧 盘中也好 我倒觉得 这个是可以考虑先手的 因为为什么呢 盈亏比能算得过来 就该跌的跌了 跌了就今天这个 昨天抢的资金该出的出了 对吧 也换了换了手了 那么 万一周末地产这块是有利好的 那肯定 这个周一会涨压 对吧 甚至于说 下午慢慢慢慢有资金回流 到把这个 跌幅给收窄了 那这也是好事情 然后呢 我再说一下 因为今天指数层面上 这个指数嘛 指数我们之前讲过 大家还记得吗 五分钟上 对吧 其实就是还有个 3106点的缺口 就在这里 有个3106点的缺口 就在这里 对吧 3106点也补掉了 因为今天最低是3105点 对吧 也补掉 这个我觉得挺好 所以在3100点上方 原则上应该是有支撑的 那么 指数层面上 如果今天还是相对比较弱势 因为今天成交量不好嘛 对吧 相对比较弱势 那么地产板块 是不是顺指数周期的 就地产涨指数 之前是往上突的 对吧 包括地产带着保险 金融啊 这些东西 对吧 好 那么 指数如果要有反弹 他们是不是要表现一下 或者说我也要反弹一下吧 比如说地产板块 那我也得跌了两天 我得反弹一下 那么如果说下周 下周出地产板块反弹 那是不是对应的 这些股票也能反一下吧 是不是也能反一下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 今天下午 你去拿这个先手 相对来说 你的风险就比较小 对吧 盖跌的也跌了 解决这个道理 就这个道理 所以从这个板块的情况上来讲 就这样 那么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叫合成生物概念 合成生物 合成生物概念 其实也是一样的 也是一样的 什么呢 就是之前大热 然后呢 调整了 调整了 调整了一段时间 我们现在有这个利好的刺激 对吧 昨天有这个北京律系的 这个消息面的刺激 我们今天想什么 盛达生物啊 这种就暂停了 那实际上什么呢 它也是调整了一段时间 大家可以看 又调整了一段时间 对吧 博恩集团 对吧 都是调整了一段时间的 调整了一段时间 那么会有反弹 最近A股的情况 就是A股的情况是什么呢 都是这样 就调了几天 对吧 就是哪怕什么鲁康一啊 这种 对吧 都是调了一段时间 调了几天 那又出现反弹 它前面也反弹过 调了几天 反弹一下 再下来 那样又说的很厉害 那就再反弹 对吧 那本质上是什么呢 本质上就是资金的高低切换 资金的高低切换 包括今天的这个 这个这个 玻璃机板 对吧 跌了很多 玻璃机板跌了很多 主要是什么 它前面涨了呀 对吧 雷曼光电这种 涨了很多了呀 涨了很多了呀 是不是涨了很多了 涨了很多了呀 那你肯定要调呀 对吧 那不可能不调呀 所以其实就是什么呢 当市场出现了这种 电风扇式的快速轮动 成交量又不够 那么除了防守资金以外 就防守的资金可能对于什么 出海概念呀 红利呀 对吧 相对来说 涨价概念呀 这些东西是 比较 就是比较这个认同的话 做防守 剩下的一些资金呢 其实它就两种选择 要不就是绝对的高标抱团 要不就是高低切换 它就这样的 对吧 那么作为一个板块来讲 它容易是高低切换的 为什么说板块容易高低切换 因为板块 你长的 短期长了两三天了 对吧 那当然 就会有兑现资金出来 它就容易形成高低的转换 然后啊 其他的一些板块 个股啊 它调了一段时间了 对吧 就是那些题材 调了几天了 那么当然就有 比如说有利好的话 它就容易受到什么 就是抄底资金 去做这种 抄底板弹修复 这就是为什么 玻璃基板跟飞行汽车 那飞行汽车我也跟大家 不是飞行 就是低空经济 我也跟大家讲过了 我是不太主张你们 去搞低空经济的 因为我说了 低空经济为什么 位置太高了 很多个股的位置也很高 其实筹码的结构太复杂了 那么其实大家都在看 这个万福奥威了 就看差了 对吧 万福奥威今天这个走势很差的 然后呢 他前面又打了一个 18.88的这种 这个叫什么 双胞胎顶 对吧 这种都是不太好的反正 对吧 然后呢 以前我也教过大家 一般来讲呢 你说出了这种顶 三天呢 股价也不算创新高了 然后大家再看看 他的成交量也上不去了 你就自然知道了 对吧 往下的概率极大 所以你就不要去碰这种东西 对吧 你就现在你回过头来看 把我讲的要点的东西 都连起来看 你当然就能知道了 对吧 你不会去听别人别人怎么讲的 对吧 人家什么什么压力好什么 对吧 你就不会 你有个正常的判断 因为为什么 盈亏比你算都过来了 对吧 我在这个地方上去的话 有多大上场空间啊 就他们实际上 归型汽车跟那个 包括这个AR当中的这个CPU板块是一样的 为什么 因为你上面的空间小 对吧 他一旦转折的话 反而下面的调整的幅度大 那就不用去 不要不要去搞 他们就没什么意思 对吧 有的是新的东西可以弄 而且A股里面呢 很多资金都是洗心厌旧的 但凡有新的东西出来 老的东西就有 容易被抛弃 对吧 好呢 这个是从低空经济 这个飞行汽车 因为低空经济有一段时间了 你看 每天的这个消息面的利好 都有低空经济 但是呢 很明显你看到低空经济 对吧 就低空经济 包括指数就是涨不动了 那么我看还有很多的这个人说 哎呀 这个地方大二波要起来了 怎么起来 我上次跟大家讲过 哪怕是突破新高 它的位置也很尴尬 这个地方突破新高 多数都要下来的 对吧 你看他新高都没有突破 为什么他已经上了 你看这是一波 这是新高 然后调整 这里又冲了一次 没冲上去 这里又冲了一次 又没冲上去 那代表什么 就 就是资金非常犹豫了呀 对吧 你上去了 说明 并不想一股做气往上冲 更多的可能在这个地方就震荡 有资金要兑现了 那么今天出现了一个向下的调控缺口 就麻烦了 对吧 所以短期来讲 这些东西都是高的 高的东西 要补跌 对吧 因为从指数的层面上来讲 大家做好这个准备 就是因为指数跟大家说过了 对吧 你涨了500多点 你没有像样的调整 或者说你没有用时间来换空间的这种震荡 那显然是不科学的 对吧 那就做好这个准备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一定会牵涉到什么呢 不管是板块也好 个股也好 他一定是慢慢开始要 高位的品种开始要补跌了 因为只有当高位品种补跌完了以后 他才能下 接下来开始新的一段行情 这个是每次都这样的 对吧 那么现在是什么呢 先跌高位的东西了 高位的东西其实 AR早就已经 就是不行了 对吧 AR 我上次做节目的时候就讲过 上半年基本上 不要再去看AR了 对吧 因为AR里面就是反弹嘛 反弹你能做就做 不能做呢 你要去开新仓呢 其实我觉得没什么意思 那么最早开始的反弹是AR 然后呢 第二波的这个反弹的提产 最大的就是低空经济 我们现在低空经济也开始补跌了 对吧 那 但低空经济这个补跌还 远远没到位 对吧 真的要补跌了 他不是就跌 跌个一天就跌完了 那么接下来是什么呢 要等待顺周期 不是顺周期 就顺指数方向的品种补跌 顺指数方向呢 其实有几个 对吧 一个是地产 一个实际上就是新能源赛道 还有一个呢 就是前面的周期股 周期股最近走的也弱 对吧 那么作为地产板块来讲呢 他不可能 就是作为地产板块来讲 他不可能这样直挺挺的就下去了 他当中也会有反复的 那么这个反复的过程 确认以后 对吧 比如说再上去反弹不创新高了 再往下 那么地产板块要补跌 那地产板块补跌呢 对指数是负相关的 那指数也跟着会跌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碾线也会去考验 对吧 所以等到这个一轮 就是补跌的这个顺序 都走完了 因为房地产板块 属于低位上来的 对吧 低空经济啊 这些东西 他们属于高位现在 那么 等到超跌反弹的 也见顶了 最后也要开始出现 回落补跌的话 那么 才有可能 就他们跌完 就房地产跌完 也会带指数 那么等他弄完以后呢 才会诞生什么呢 诞生行情的新周期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 要看 到底是不是最短的板 掀起来 其实每次行情 行情启动之前 一般都是先跌的东西 掀起来 后跌的东西 后起来 对吧 因为他前面墙 然后呢 只要市场出现新的方向 那么资金就会往新的方向去聚集 然后慢慢形成共识 新的地方呢 就会被市场认可为市 市场的主线 就大概都是这样的 就是这个 这个过程 反正就是 每次 都是这个过程 对吧 然后大家也看到了 就是 那个叫什么 A股其实到现在 大体上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对吧 各种各样的 这个 很多的这种情况 还是 沿袭着原来的这种 炒作路径也好 交易路径也好 对吧 只是说 今年可能定价的资金不太一样 导致什么呢 就是我们看到了一些 权重啊 一些这个 跟权重指数相关联的呢 走得比较强一点 对吧 跟权重相背离的地方呢 走得稍微弱一点 基本就是这个情况 但是呢 它没有什么 特别的这种 就是 没有什么特别的 这个改变 至少 对吧 好 那么 今天 电力的上涨 有消息品的推动 那更多的实验 就是一直跟大家讲的 对吧 叫下草 电来 东草煤 其实电力板块 已经讲了很久了 对吧 就电力板块讲了很久 反反复复了 包括你看我做直播 底下有留言 你看他就这个 还看好电力什么什么 对吧 就是 就是 这种呢 反正就 我们就不去 多讲 因为 电力板块 除了正好赶上夏季的 高峰 对吧 用电这些 它实际上还有个 长逻辑 就是什么 涨价 名声涨价 那你看今天电力板块涨了 然后呢 蓝气板块也涨了 对吧 水雾板块也涨了 就是 那个 当然电力肯定是龙头了 对吧 就是这个 这个涨价里面的龙头 就是这些 那么 其实 周三的时候 可能还有人 听过我做这个 电台的节目 对吧 我当时讲的就是 讲的就是 涨价概念 名声的 涨价概念 对吧 所以 当这个逻辑是顺的时候 就逻辑本身 没什么问题的时候 你只需要去看 这些个股就好了 这些个股本身 没有啥问题 对吧 比如说 我举例子 之前强的时候 西藏电力 这些 你看都没有 没有什么太大的 富反块 跌的时候也是收量的 对吧 就没有什么 太大的富反馈 那么 因为它本身是 之前的这个强势票 对吧 那一般来讲 就是 多看看五州均线的位置 对吧 那 就是 这个方向 就会有什么 就是有资金 可能跌了一下 它就回去卖了 这个 本身就是 时间点上 它没有错位 对吧 就时间点上 没错位 然后呢 像工程机械 今天是有资金回流的 那流工啊 对吧 三一中工啊 这个虚工啊 这些 那么 这个 就是 工程机械 这块主要是出海嘛 那么出海呢 今天还有那个叫 电器设备 也算是出海 那么为什么又轮到这里了呢 是因为 进攻的方向 找不到更好的点了 今天你看 电力 电力其实是防守的方向 对吧 今天涨的是电力 就是涨的最好的是 电力 对吧 之前我们看到的 这个 这个涨的都是一些 这个 进攻的题材 对吧 像昨天掌的这个叫 电磁屏蔽材料概念 对吧 那么这也是AR的分支了 就是因为 同栏这个 就是 高速连接 这个方向 对吧 所辐射出来的分支 那么 今天我们看到的更多的 在涨不前列的 基本上都是跟电力相关的 跟涨家概念里面的 猪肉相关的 对吧 猪肉这个东西也长 讲了很久了 又不是我今天讲 然后昨天专门说了 郑宏今天只有一条路 加速 就是加速 没有其他路走的 对吧 如果它是低开 这个股票就没了 今天就没了 对吧 所以就 就时间都 就是 这就是市场的路径 它没有其他路跑给走 如果这个股票今天是低开 那就合调了 没了 对吧 如果它是高开 能换手风的 那么今天还有活路 就是今天还能走 那么 像这种郑宏啊 本身代表的就是 农业股了 对吧 就是代表的这个猪粥气啊 这些 那么今天 猪肉还是 对吧 鸡肉猪肉都是最近的涨价 就是涨价概念 就是这些东西 其实就是 你看 那个 我之前从来没有讲过猪肉 对吧 你们都知道 我从来没讲过 我就唯一讲了一次猪肉 就是那个在 这个 CPI 对吧 就是 CPI出现转折的时候 因为CPI的数据出来以后 猪肉价格回升了 跟猪肉价格同时回升来 素材 那那个就是一个转折点 因为这是 这是机构喜欢看的数据 那机构一看 这个数据回升了 对吧 那我就可以搞了 所以你看猪肉板块 对吧 整个猪肉板块 我们要看看猪肉板块 它就走了一波趋势 是吧 所以你愿意做这个 那你就去做 这个就是基本面的 这个改善了 会回升了 对吧 那为什么之前就没有 没有 走不出来呢 还跌了那么多呢 其实 很多时候 作为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讲 你不要以为 你的信息很落后 因为机构的资金 就是 因为我们的优势 是在于我们钱少 机构的劣势 是在于他们的钱多 因为钱多 它要做确定性 对吧 你钱少 你是很容易跟得上的 就是你等他跑出来 你再跟上去也行 为什么 你随便买啊 对吧 你不需要担心说 我一买就要涨停了 这个跟你没关系的 你买不到涨停的 对吧 就你这点钱 不可能让一只股票涨停 操纵不了的 但机构 因为他钱多 他要考虑的就是 就是我 我这个要确定性 什么数据出来了 好 我开始扑 对吧 就是这情况 储能啊 这些风电啊 这些东西 反正 储能因为有特斯拉的 这个中国的 这个上海的 这个 这个储能工厂 对吧 那这个利好 所以呢 今天储能啊 这块 都是跟电力 都是相关联的 然后呢 充电桩啊 高压快充啊 反正就是附带的 对吧 然后呢 光伏板块其实还行 今天光伏板块也还行 对吧 光伏板块整体还行 那么 呃 从 就是 今天整体的 市场的板块 个股上来讲呢 很明显资金是偏防守的 因为在进攻的方向 只有一个高速童来 算是 表现的比较好的 对吧 那么高速童来呢 其实也是 它其实也是换品种 换成品种 前两天长得特别好的 对吧 这个 生兰股份 还有呢 这个生育 都是 重型开始下移了 而今天缺的是什么呢 缺的是 这个 创育通 还有呢 是最近 长得比较好的 这个异化 对吧 联版 包括什么 这个 这种什么 金星诺啊 这种位置比较低的 今天整体长得还可以 它也是 就是板块里面的个口也开始高低切换了 你包括 以前的老龙头 对吧 沃尔河财经的表现的一般版 一般版 那么 这个也是 说明什么 资金的 很明显的一个高低切换 高低切换 好 那么 化工这边的草干林 其实也是涨价概念 就是今天又回到了这种涨价概念 对吧 好 零化工啊 这些都是的 都是的 都是涨价概念 好 那 合成生物 还是当做反弹来做 合成生物当做反弹来做 好 那么 就是 半导体板块啊 这些 这些东西 对吧 就是 你还是要去看那个的 要去看那个叫什么 科超满指数的 科超满那边都没有什么动静 对吧 其实 昨天我们也看到了 这个芯片当中的纯属芯片 今天还是跌的 对吧 纯属芯片还是跌的 纯属芯片其实涨了50%了 对吧 你看都没有表现 那说明什么 至今 进攻的欲望不强 现在就是 很明显的一点 盘面上你能看到的 今天的 所有的板块 基本上 都是以防守为主的 而并不是以进攻为主 再加上市场现在 这点成交量 都不能够 就这点成交量 都很难 去 支撑 所谓的某一个板块 能够走持续性 很难走出来 很难走出来 这种持续性 那么既然是 很难走出来 这种持续性 那么 就 市场又回到了 原先的 对吧 就是我说的 出海啊 这种红利啊 这种这种东西 对吧 那么 还有一个就是 正单股份 正单股份 今天打了一个双毛毯 31块钱 我们现在展确不认 这31块钱 今天能不能过 那么反正作为 正单这个周期了 实际上是没有 是结束 他还是创了新高了 今天还是创了新高 对吧 那我们看一下60分钟 60分钟这个地方 就很重要了 那么60分钟 如果后面出现了 MACD顶背离时差 就你看 这次 这一波 这调整 这是现在的新高 很明显是 量价背离的 对吧 一旦正单出现转折 指数还要 就市场还要跌 还要跌 所以 他因为他是龙头 他会坚持到最后 就一般来讲 正单肯定是坚持到最后 他是龙头 大家都看着 对吧 那么从昨天的情况上来讲 其实20厘米的票 已经开始 至今已经开始 往低位的选了 对吧 而并不是完全是往高位的 之前不是跟随他的这些了 对吧 跟随他这些都不行了呀 这个 这都是跟随他的呀 对吧 还有那个新宫嘛 那叫 就这个 叫 瑞迪志曲 对吧 就这个票 这个票呢 昨天也是打了一个 150块钱的 这个天线宝宝 那么像这种我说了 这种基本上都是 头部的形态出来了 那么 如果出现调整 后面往下掉 那就基本上 市场就知道了 要等什么呢 就等正单 最后等正单的 见顶 那正单见顶了以后 那么这个 这个 我们讲的这个就是 这一轮的这个周期 对吧 就20厘米的这个大周期 可能会结束 那么这个大周期结束了以后呢 它会 一般都会有 要不就是 再起个小周期 要不再起个中周期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这个结束了以后 它肯定还会有一个模仿正单的 就再出一个什么题材 或者说出一个什么板块的话 还会有模仿正单的 所以本质上来讲呢 20厘米的这种趋势 就没有完结 更多的是 在正单这个周期里面 就正单周期结束以后 后面还能不能引射出 新的20厘米的周期 但是这个周期 肯定是在正单的阴影之下的 什么意思呢 就它的涨幅是涨幅过正单的 那不可能也再搞个十倍 对吧 这种概率极小 概率极小 所以 但不代表说 市场的风格会转化 就市场又回到10厘米连板去了 那不会 应该还是再20厘米 至少 整个我觉得到三季度之前 风格很难 很难变 风格很难变 因为一个风格一旦形成了 这个资金它会有惯性的 对吧 你现在连正单的周期都没有结束 你更不要说去切这种叫 10厘米跟20厘米的风格转变 这是很难的 非常难 所以后面呢 就是你要做的话 一个是新体产 第二个呢 就是尽量去看看 就是低位的东西 对吧 低位有什么东西起来了 那还是要往20厘米的票去靠的 你看现在每天 电力板块起来了 比如说今天电力板块 这个智能电网起来了 你去看 还是20厘米的票占有 这个也是的嘛 对吧 这个也是的 就是电力设备 对吧 还是他们占有 就是20厘米的票更容易受欢迎 就是这些 这个都是的 都是这个 就是 这个电力设备的 都是这样 所以 整个来讲 包括昨天的这个热点 对吧 你看 这个 羊绒电子 就是电池 屏蔽嘛 还是打了个连板 今天打了个连板 那么现在来讲 这个就是 比如说20厘米的 这个 整个的市场的资金的 炒作路径 它没有变化 更多的变化 是高低切换 大家记得 高低切换 然后10厘米的票呢 现在还是等于说是这种 就是负反馈 还是蛮大的 大家可以看 这10厘米的 我二我家 今天就跌停了 对吧 昨天是断板的 今天就跌停了 一个是他 还有一个是精锐矿业 对吧 你看断板也跌停了 今天早上就没有 落转强的情况 对吧 就一点信号都没有 那么就直接跌停了 所以 10厘米的票还是 就是 怎么说 就是一旦断了 对吧 像这个什么 成绩发展这种断了以后 你看 今天就是 直接就再见了 对吧 昨天 这个没有拉到涨停 今天就直接喝掉 那 这个就是现在 10厘米的生态还是不好 整体来讲还是不好 那么 至今更 更愿意去什么呢 就是 比如说一些低位起来的 还能够有些逻辑的 就不是一把就做完的 那么这种20厘米的票 就可以反反复复 我举个例子 那个叫什么 金刚光伏 如果你昨天买 如果你昨天买 DC 今天依然能够让你赚钱出来 对吧 那你说这昨天 它也算是断板吧 从高回落 今天人家还是给你出来 还是给你赚钱出来 或者说至少你不亏钱出来 对吧 这就是20厘米的好处 这就是20厘米的好处 虽然你说 这个光伏也没有说 这两天特别强 或者光伏的走 整体的走势 没有地产强 对吧 但就这样 是吧 然后像那个叫什么 特发服务之类的 对吧 走得多强啊 前面 对吧 都没有什么太大的亏钱效应 是吧 所以 这就是20厘米的好处 一旦走出来了 它也不可能说单顶 就说这种单顶 所以 就 再说一下 我不推荐股票 只是给你举例子 对吧 就给你举例子 你也知道应该去哪些方向 哪个地方 对吧 就是可能赚钱的机会 机会会更大一点 就这个 那么 今天是什么 以出海概念的这个 工程机械 对吧 这个 就是电力设备 这些 先起稳了 那么后面呢 也可以再看看 出海概念还有其他的 比如从挖家电 等等 各种各样的 对吧 那么也要看一下 因为 首先要看的是 就是他们要 一定要周线奇闻 因为他们是 前面涨的比较多 都是沿着周线趋势的 那么周线上 要出现奇闻迹象 那么 才会有后面 这种 呃 再次的这个 就是 启动走趋势的情况 那 现在来讲呢 出海概念也好 红利概念也好 他们基本上是跟这波 超跌反弹 和指数共振的这些板块 走的路径是相反的 也就是说 当市场调整的时候 他们反而可能 走得更稳一点 也就是有这种 防守资金参与 但反而过来 市场如果说是 又是以超跌为主的 这种反弹 那么他们可能就 会过一点 所以这个里面 还是有资金的 这个翘翘板关系的 那毕竟现在是 存量资金 你就 你就每天 可能八千亿左右的 成交量 那你怎么能够 这个让资金 让所有的板块都涨 不可能 对吧 它肯定是一个 翘翘板关系 就是防守型的 跟指数共振型的板块 一定是 翘翘板关系的 好吧 那么 今天反正就是 我觉得 下午反正 指数只要不上去 就没什么问题 那么该拿什么先手 我也说得很清楚了 对吧 就是所有的先手 其实就是 你要跌的东西 才会那个 还有一个 今天下午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今天上午 最强的方向 就是电力 电力跟电器设备 这些东西最强了 反正就智能电网 特高 那么到今天下午看看 因为一般来讲 要不就是上午的东西 强到底 要不就是下午 会出现一些 有明显异动的板块 或者下午 突然直接冒出来 一个什么东西 对吧 不管是老的 比如说第一盘资金回流 或者其他的 都可以 那么下一般 下午 再起来的板块 或者再起来的这种题材 他容易在周末 有消息面的发酵 好吧 那今天这个 周末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 就这么多 然后 有什么补充的话呢 我到周日做直播的时候 再做一些补充 或者说有什么新的题材 消息面 这些东西呢 我到周日的时候 再去做补充 好处 好 кварти 感谢观看